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哪里呢 我在特拉布里 Heritage Village 这里非常的漂亮 我告诉你我刚才走了一圈 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 还有它室内设计啊 建筑物啊都是木制的哦 当然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如果你想要拍婚纱照的话 一个tip来到这里 就肯定包漂亮的 你不需要飞出国 印尼巴厘岛通通不需要 又靠近哦在马来西亚境内 记得哦来到特拉布里 我在给你们介绍的就是 特拉布里 Heritage Village的房间 你看到我身后就是这张大船 大船其实可以用来给那些 分纱照拍摄的道具哦 新郎跟新娘非常恩爱 非常甜蜜的画面 我告诉你一个tip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搏纱 这个文章 透过这个文章制造出那种 Bokeh 这个光圈呢你用到1.4 1.2还是1.8 就可以透过这个文章 制造出那种很梦幻的感觉 第一就是可以用这张船来做 道具 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再用这个屏风 人家说中国的家世有那个古典美 我们马来西亚的传统家世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你看有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花样 刚才带你们看了就是这个特拉布里的睡房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它的冲凉房 冲凉房也是非常漂亮的 有一片落地玻璃 然后有这个花灑 可以照这个新郎新郎做什么事情呢 他们其实可以站在花灑下面 开水拍到这个世神照 非常性感落影落现 我告诉你非常好 所以呢它的这个冲凉房也是一个婚纱罩摄影师必要的一个地方 我刚才带你们去参观的就是特拉布里的睡房 还有冲凉房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看到这一个非常特别的道具 就是它的浴盆 浴盆这东西呢其实我很少看过 我看过浴缸罢了 但是这个呢就非常特别 它是用木制的 所以我们可以叫婚纱罩的这个新郎和新娘摆什么pose呢 他们可以躺在这个浴盆中 一人躺在一边 然后呢摄影师其实可以拿一个梯子 从高角度这样子拍下来 它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再不然呢你可以把整个浴盆呢装满水 然后撒一些花瓣 可以点缀一下那个效果 花瓣的颜色其实可以根据那个婚纱的颜色来做对比 比如说如果婚纱的颜色是白色的话 你可以用红色的花瓣来做点缀的 刚刚我们从室内出来呢就是到室外 室内看过了冲凉房还有睡房 在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非常漂亮的沙发 两公婆呢拍婚纱照 其实可以坐在这沙发上面可以拍非常漂亮的婚纱照 两个人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老公可以抱老婆 就这样子 再往亲吻 然后摄影师应该在哪一个角度拍呢 摄影师其实可以站在对面 再往就站侧面 两个不一样的角度 除了这一张沙发之外 我们可以走过来可以看到这个绿色植物 绿色植物其实比较靠近大自然嘛 贴近大自然 所以两公婆其实可以把这个当作背景 摄影师可以站在这个角度 可以拍过来 就是特别漂亮 除了这个靠近大自然之外 还有沙发 我们还有来到这个多一个道具 打开窗口 一人站一边 非常美 为什么呢 你看有这个传统的马来木雕 除了打开窗口 我们可以半开窗口 是 true 多么漂亮 不同的角度 其实摄影师其实可以多想一点点滋 然后有不同的角度 可以拍出不一样的效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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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